中共中宣部要求大陆媒体全文刊载环球时报批评南方周末的社评 引发部分媒体公开抗命 前南都总编辑陈毅中批评有关社评无耻 更呛声中宣部阻碍中国政改早就不应该存在 针对这篇引发媒体抗争的社评 一直关注南州事件的前南都总编辑陈毅中表示强烈抗议 我觉得挺无耻的 所谓的境外集队势力在调取这个事 如果是臣子滥叫 是他们一贯的可耻的做法 最可耻的是宣传部门还要求媒体要转在这边下来的文章 这是更加不符合荒谬的 他把中国人都当作傻瓜 都当作任人宰割的羔羊 据报道中宣部和国新办对待环球时报社评指示不同 中宣部要求推 国新办要求删 成一种炮轰中宣部祸害太多 早就不应该存在 中宣部这个部门早都不应该存在吧 是一个非常荒谬 实际上是一个反动的 不断地阻碍中国进步的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僵化的 其实他们是为腐败分子和掌权的这些贪官 保驾护航的这么一个评购 不过他对今次南州事件感到乐观 形容是首次全民抗衡中共新闻审查的运动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